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历史学者文化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健 好 欢迎三位来宾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宋教人的遇词过程 1913年3月20号晚间10点45分 上海火车站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正要出发 月态上人来人往旅客如潮 应袁世凯急电相邀 北上共商国事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人 在黄欣 余佑任和廖仲凯等友人的陪同下 从车站特赦的议员休息室出来 大家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 突然一颗子弹射向了宋教人 枪声过后宋教人弯下腰来 捂住重弹的肚子 对身旁的余佑任痛苦地说 我中枪了 宋姓的人们一边七手八脚地将他扶上一辆汽车 就近宋往沪宁铁路医院挤救 一边呼喊巡警抓捕凶手 家中平寒 尚有老母见在 就去我死后 拜托主公 替我找 遇刺后的宋教人疼痛烧纸 便请黄欣立刻带你 致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文一封 在信中 他自敢伤势过重势必致死 希望袁世凯能够开诚心不公道 竭力保障民权 1913年3月22日凌晨4点48分 宋教人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年仅31岁 宋教人殉难举国震惊群情激愤 纷纷要求尽快弃拿凶手 三天后就抓到了凶手武士英 直接凶手是落网了 但谁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呢 一百年过去了 这桩民国第一凶案 依然留下了种种谜团 宋教人遇刺留下了很多的谜团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疑点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案件是三天就破了 像当时这种环境是不是比较奇怪 三天就破案了 到现在来看都会觉得说 速度真快 寻补房真的很有效率 说真的讲这个在刑事侦查里面是有一点幸运的成分 那这样的一个幸运的成分呢 多半是来自于有人告密 那我们看后来的这个发展是一个叫做王阿发的古董商 是 他就跑来跟这个警察讲说 有一个这个青帮的大佬 叫做印贵心 那印贵心呢 就拿了一张照片给他看 然后出了一千块钱大样 跟他说要他去杀掉这个人 他说这种事情他不敢做 所以他没做这个事情 没做这个事情他没答应 等到这个宋教人案发生以后 他看这个宋教人就是他所看到的那张图画 所以他就跑来报案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幸运的是 有两个学生也跑来报案 他是跟陈其美那边报案的 他就跟陈其美讲说 他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欠他钱 然后跟他说我去杀了谁以后 我就有钱还你 还你们这两个学生 那个人就叫做五世英 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晓得说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直到说这东西完全跟印贵心是有关联的 所以就循着这个线索 到去抓印贵心 在一个场合里面把他抓来了 抓来了以后就到他家去 破门而入的时候 发现他家躲了一个人 那个人好死不死就是五世英 然后在一侦查的结果就发现说 原来五世英是一个退伍的一个军人 算是在上海这边流浪 然后就被印贵心给吸收了 要他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 所以行凶的五世英 跟这个教说的这个印贵心呢 就通通到案 所以就三天就解决了这个案件 有点运气成分 所以说有运气在里面 各种巧合在一起 所以就顺利的有一点点这个出乎意料 那这个周教授到底这个凶手 五世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他是个业余的杀手 如果职业杀手很容易抓出来 所谓是你从国外跑来的 要脱离现场的话 但那个圈子很小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应该就是退伍军人 那退伍军人当然对武器方面是很内行的 那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惯例 就尽量找一些圈外的人来干 拿着钱远走高飞 但你不能供出我后面是谁 你当然会被自己人灭口的 对就是一个退伍军人 然后缺钱 然后有人给他钱 又有这个技术就可以 他是很单纯的 就是为了钱而杀人 是 我们说到这个凶手 武士英被抓了之后 他先说是受到了青帮大佬 应贵心的指示 买凶杀人 后来他在法庭上又翻供了 说是个人所为 自己是替北京政府来出口气 而从应贵心的家里 搜出来的电报来看 这个应贵心应该也是难逃关系 而且赐送事件还牵涉到了 当时的内务府秘书洪述组 和内阁总理赵炳军 英贵心 赐魁城 青帮大佬 是宋教人遇刺案发后 第一个被捕的真凶 英租界补房搜查英贵心家宅 搜得手枪一柄 枪内鱼弹两枚 经检验 与宋教人体内取出的弹头 匹配 从英贵心家宅搜出的信件中 以及从电报局取得 英贵心发往北京的电稿中 发现国务总理赵炳军的秘书 红树组致电英贵心说过 毁宋仇勋 向夺基仪 妥仇办理 1913年3月14日 英贵心 回红树组的寒电电文室 梁山匪魁四处扰乱 危险时慎 以发紧急命令 设法脚补之 其转成后事 3月18日 红树组赴英贵心电 寒电立即召办 3月19日 红树组右殿摧英 事速照行 3月21日 凌晨两点 即宋教人遇刺不久 英至红殿 20时40分钟 所发急令已达到 请先承报 3月21日 英至红殿 耗殿亮席 匪魁已灭 我军一无伤亡 堪位 望转成等 由此 红树组 赵炳君和袁世凯 称为幕后凶贤 赵炳君极力否认 与此案有关 1913年5月1日 赵炳君被迫辞取 国务总理一职 改任直立都督 现在看起来 搜索来这些电报 应该说当时 破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刘老师 你觉得这些电报的 可信度有多大 那到底这个 红树组 杀他的动机是什么 那红树组是谁 他是当时民国时期 赵炳君 他当时是内阁总理兼内务府的一个部长 那这个红树组是他的内务府的一个秘书 那他早期跟赵炳君其实是非常muchy的一个市交 两个交互本来就市交了 而且赵炳君曾经救过这个红树组很多次 所以他深知到宋教人如果当了内阁总理以后 威胁的是谁赵炳君吧 赵炳君内阁总理不保了 就下来了 往来的这些电文呢 又是这个红树组跟应归心之间 然后应归心又已经跟五星已经攻出来是他幕后主使 所以赵炳君就脱不开干系 对 他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这个密电里面有一种叫 有四个字叫毁宋仇勋嘛 就说你把宋毁掉了 我论功续讲 那有这种本事的是谁 不会是你红树组一个内务府的秘书 可以干这么天大地大的事 一定往上推 那你幕后老板就是赵炳君 就是内阁总理 赵炳君再推就是袁世凯嘛 所以这一脉相扯下来 幕后的主模手 跟我们以前读历史的不谋合就是袁世凯 到底是不是袁世凯指使的 其实所有的表面的证据 至少在当时来看 都没有到达袁世凯 顶多就是要到红树组 然后你再推就是赵炳君 那跟袁世凯之间 关联性有多大 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 那从这些含店里面来看 毁宋 那是毁什么 是把你杀了吗 毁宋还不一定是要把你杀 我杀害到你 名誉也可以 让你这个做些不好的事情 毁谤你 总是可以吧 因为红树组他抓到 他从硬贵性那边得到一个情报 就是说当初 如果宋教人在日本的时候 曾经去骗人家怎么样 骗人家钱 做这些什么坏事 他就要求就是说 那你把这东西告诉我 我就根据他在日本的这些恶行恶状 去到处去说 你看宋教人 这个人不可靠吧 要去诋毁他 这也是毁 所以您认为赵敏军在这个案件里头是什么样的 他知道 因为他一定听到袁世凯在抱怨宋教人 因为袁世凯想当皇帝 那后来宋教人遇刺不久 赵敏军就辞职了 那是不是这个辞职跟刺杀是有关系的 这个辞职我觉得他其实做得很笨 他应该 我当下如果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就撑着 我就全力的去调查 让他做个水落石出 可是民国初年那个时候的人的想法会比较简单一点 就认为说我辞职 我好像就把这样的一个责任给担起来了 对赵敏军来讲 他一直在解释说 没错 他是我的 红书组是我的秘书 那我就有行政责任 可是我没有杀他 我没有要去杀他 那很多人在去看这一段的时候 如果你说的是事实的话 那就是下面的人去揣摩 上面的人的意思 那赵敏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跟宋教人之间有一点的摩擦 摩擦在哪里呢 因为宋教人 那个时候袁世凯 想让宋教人当内阁总理 这个总理应该是赵敏军他想要的 那如果你宋教人上来的话 那不就是对他有一些威胁的吗 所以有一派就会认为说 赵敏军有可能杀宋教人的原因 也是在于要保自己的位置 从现有的这个电报证据来看 似乎幕后的主使者 应该就是应贵心跟红书组了 不过宋教人的朋友却不这么认为 像是黄欣在到宋教人的晚联当中就写着 你说是应贵心 他说是红书组 我却说是袁世凯 黄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这恐怕就跟当时宋教人他的声望是盖过袁世凯有关 那么袁世凯会不会是赐宋的幕后元凶呢 武昌起义后 宋教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担任法治院院长 协助孙中山制定法令 但在政治体制理念上 宋教人主张责任内阁制 与孙中山主张的大总统制发生冲突 1913年 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 赢得了第一届正式国会大选 党员士气高昂 宋教人政治前途如蓄日东升 所到之处 欢迎会上无不人善人海 换个总统决定不了民国的命运 政党政治才是根本 我们让出的不过是一个虚位而已 只要我们的政党在大选中获胜 政党内阁得以组建 先生们 总统不过是个摆设 是个象征 阿猫阿狗 谁干也无所谓 三月二十日国会开会前夕 宋教人从上海启程赴北京时 被杀手吴世英刺杀 得年三十二岁 谁是幕后的主使人 很多人认为束缚人望的宋教人 可能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 因而招惹有心大魏的袁世凯 指使手下涉局暗杀 宋教人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到北京 袁世凯叹息说 顿初可惜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袁世凯还感叹 国民党失去宋顿初 等于少了一个大猪脑 以后越南和国民党说话了 袁世凯立即叫人以土电报 并提拨十万块大洋 协助办理宋教人的后事 我们说宋教人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 也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 说是党国大佬 他刚才几位提到 他当时是政治明星 所以当时他的政治地位跟社会声望是怎么样 我们看民粹他们在日本投票的结果 第一顺位是顺中山 没有问题 第二是黄兴 但是第三顺位是宋教人 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所熟悉的什么 陈炯明 汪精卫 胡亥明 蒋介石 是后面的人物 所以如果他还在的话 我想他后半生一定会很精彩 所以说民国这个党国大佬 这个宋教人是排第三位的 后面的线人都跟他相比 还没出来 还在后面 宋教人也是明初第一位 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 那请社长来跟我们谈谈 他的责任内阁制 对袁世凯后来的这个艺人政治 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很简单 刚才周老师有特别提到 民国初期当时三大佬 孙文 黄兴 跟宋教人 但后来 孙中山在1912 1月1号当临时大佬 后来他下台 下台在2月4月左右 他就已经 实践就被剥夺掉了 回到袁世凯手上 那当时孙中山他跑去搞什么 搞所谓的铁路救国实业计划 这一块 这一块 黄兴第二孙文 黄兴也是跑去搞一个矿业救国的计划 所以整个政治史权 当时的整个氛围 其实还是由宋教人在主导 所以袁世凯当时最怕的就是宋教人 那宋教人当时提出一个 一个所谓的内阁政治 其实对袁世凯很伤 因为袁世凯想称帝 我皇帝天空老子最大的 对啊 我一人天下 唯我独尊嘛 我怎么说就怎么试 但是这个宋教人他主张这个内阁政治 所以当时有一种讲法 如果说袁世凯 真的是刚才讲赤宋漫的最后 最高的一个阻魔者 一个收尸者 他有一个动机 他就是不希望这个内阁政治成立 成立对他来讲实在太不可信了 他整个计划就被破灭掉 是 因为从现在留他的史料和各种说法来看 其实都是直指向这个袁世凯 才是真正刺杀这个宋教人的这个幕后主使 不晓得三位自己的理解 觉得是不是也是袁世凯杀了他 我们晓得很多大人物要杀某某人 他不会签公文 而且知道人很少是口头交代的 这个证据很多 我举几个另外的例子 以前蒋介石派戴帝地这个系统 去暗杀他的政敌 或者是其他的人的话 完全口头交代 那么戴利刚开始还没有进入情况 他认为完成之后 回到他这个总统府 说伪作 在那边称蒋叫伪作 你交代的认为我完成 蒋介石说我没有交代什么 他想通了 就你不要讲 那希特勒 知道就好 希特勒当年杀与他人口头交代 所以今天我们讲法律上 要有人证物证出现问题了 他没有任何文献 但我们这样合理的怀疑 你推到最后呢 这个阶级不够高的人 不敢下这个命令 我们或者说传谋上意了 就猜测他在想些什么 所以您认为从这个逻辑来讲 也应该是袁世凯 最后他上面没有 对 那宣哥 刚才也提到说 这个宋教人跟袁世凯的关系 其实是理念是不一样的 那有达到当时要杀他 那种剑拔奴章的地步吗 你要知道其实他跟宋教人之间关系也还算不错 当那个唐绍仪的内阁组成的时候 他还是农林总长 他还当过他的农林总长 所以是 所以那个时候革命党没有几个人能够当上那个 那样的一个官了 那宋教人是其中的一个 还有就是宋教人的这个反日的那个理念 跟袁世凯某种程度是蛮契合的 袁世凯这一生当中 你会去骂他骂最多就称帝这件事情 那宋教人他跟袁世凯某种程度理念上是翻脸的 他认为说 我就是要朝民主这条路去走 这叫前进 时代要前进 你不要再回头走这种专制的路 说袁世凯这个政府 自挖坟墓 就是没有前途怎么样 骂的是很严重很难听的 那袁世凯一定会派人去那边去听嘛 收集情搜马情报 你看到你对我都没好话 所以从原来的可能有的逆月期 到后来就会变得逐渐的加温加烫 两人感情就变了 以前这个袁世凯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要回乡的时候 还跟他讲说 你穿的西装破破烂烂的 我穿的西装可能比较好 他说你去买一件 我钱给你 签一张本票 五十万大洋 随便你花 但宋教人没有花 他只用了一点点 其他的还是还给你 所以说其实袁世凯当初是很看重他 也想收买他 想收买他的 但是你没有花这个钱 等于说我是拒绝了你这个收买了 我还继续在说你的不好 算是内阁总理的位置 我让你做都行 是 另外我们看到宋教人遇刺临终之前 还特地让黄兴打电报给袁世凯 现在看起来有点脱孤的意思 那你认为说他当时知道觉得是袁世凯杀他还是说他完全不知情 历史学者在研究的时候经常会提出说就是根据这个电报 所以可以证明宋教人并不知道袁世凯是要杀他了 所以他才会对袁世凯还有这种寄望 希望你怎么样 希望你杀我的我还给你寄望这个干嘛 所以他根本是完全 就是说第一个他完全不知道 第二个他还排除在宋教人的心目中 排除袁世凯杀他的一个阴谋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说宋教人基本上他不认为 袁世凯是杀他的一个人 是从这个电报很多些人从这个电报来做分析 那当时袁世凯也是假情假意的讲 敦出可惜 如果说他在的话 我对跟国民党的一个对口单位还有对口的一个人 还可以有沟通的一个人 至少宋教人他不是一个主张怎么样 不是主张一个再次用革命手段 武力解决嘛 武力绑架暗杀这种方式再来搞第二次革命嘛 基本上宋教人不是 他是走议会路线 是 比较属于文人派的这种走法 但这种东西重化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方面当时猫哭浩子假慈悲嘛 我把你杀掉了 我要讲几句 不要光敏堂皇的周老师讲的 这个光敏堂皇的话不可信 那另外一种一种话是 一种心理是 他真的是可行 我的对口上会 国民党现在这个宋教人这么各派分子少了 那上来的是不是阴派的呢 是不是陈希冕他们这些人呢 那如果是阴派分子上来呢 那我以后要对付的恐怕就是枪杆子的实力嘛 这是更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他讲这种话其实 有明的意思有暗的意思 但你如果说从这句话去定位定性说 就是阎世凯 也就是宋教人不认为阎世凯去杀他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过武断的一些 是 而阎世凯的态度也只说各种解读都行得通 猫哭浩子也好 那确实我想杀你 其实我也是还是可以欣赏你的 另外还有一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阎世凯呢 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政治人物 如果他要杀宋教人的话呢 大家说大家可以在北京动手 大家可不必说我要你北上的时候在上海车站 这个有点不像阎世凯的风格 确认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也许有想要杀他的那种心理 但是一开始就是观察 因为阎世凯他不是一个受过什么民主训练的那种人 他的过往就是完全就是活在过去的专政时代 比较草莽式的 那宋教人也许他也算草莽 可是他就是多了一点不同 他是一个读书人 读过书的 真正有点墨水的 所以呢 我觉得阎世凯可能怕他还多一点 因为这个这样的人物会起很大的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对宋教人有一些观察的 所以才会跟他讲说 你上来我们来商议国事 这个国会大选以后 整个改组的情形怎么样 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要找他来谈 那这个真心呢 也许会换来觉醒 就是袁世凯决定 好 你还是明完不化 杀掉你 那旁边的人 早就去拆他的组织的心思了 就想说 他可能就是要杀掉他了 我们先动手 动手以后我可以邀功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 所以不管是手下的人揣摩上意 还是说袁世凯自己只要杀他 其实是很多的证据 包括一些政治逻辑 包括一些历史史料 都是直接指向 其实这个宋教人之死 是跟袁世凯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 不过刚才几位来面也提到 其实并不仅仅是袁世凯一个人有想杀他的动机 也有可能宋教人是这个国民党 这个各个派系内斗的一个牺牲品 前面我们提到了有一位为这个宋教人刺杀破案立下这个汉马功劳的 跟这个青帮有非常深的渊源 也是国民党的这个大佬 陈其美 也有可能 那到底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海峡夜行 我们继续来揭秘宋教人遇刺之谜 如果说这个宋教人遇刺跟袁世凯没有关系 那谁还有这么大的能量 或者这么大的这个动机要想去刺杀这个宋教人呢 那么现在又有一个人物出来了 那就是当时呢 为这个刺杀宋教人案 破案立下汉马功劳 也是国民党的这个元老 也是这个当时跟这个青帮有非常深臭渊源的陈其美 那到底陈其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陈其美自英氏 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个商人家庭 1906年陈其美东渡日本 学习军事和法律 并在这一年加入同盟会 陈其美性情豪放善于组织 在同人中以四节 即口齿节 主义节 手段节 行动节而著称 1908年 她加入上海青帮 并成为帮会大头目 陈其美身兼革命家和青红帮的双重身份 为人一向胆大妄为 心狠手辣 某次李谢和 陶俊宝 陶成章 夏瑞芳 都有她的身影 成盟 陈其美 陈其美 和各位同志推举 反正 光复会的同志 冲锋陷阵 生死度外 亡者无处 这个位置 还轮不到你陈其美 对此不同政见者 陈其美往往杀之而后快 因此就有学者认为 宋教人遇刺案中 也到处可以看到陈其美的身影 陈其美和宋案的凶手 武士英 英贵心 都是共进社的成员 同属国民党的阵营 英贵心 还是陈其美的密友 辛亥革命后 她曾担任陈其美的谍报科长 案发后 直接凶手武士英 在陈其美控制下的 上海模范监狱暴毙 而与陈其美 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英贵心 却在狱中过着滋润的生活 甚至在二次革命的时候 从陈其美的眼皮子底下 跑掉了 同时 在二次革命期间 上海检察厅的很多档案 也被陈其美的士兵蓄意破坏 这使真相更加难以捉摸 但也有学者认为 在宋案发生时 陈其美就在现场 她最早赶到医院 哭得最伤心 还亲自给宋教人 买来拿木棺就 并悬赏重金捉胸 而陈其美与宋教人的关系 也异常密切 他们一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 民国守着内阁 宋教人和陈其美 都被证明为政府部长 以陈其美的地位和身份 很难将她和杀宋嫌疑人联系上 外界有一种声音认为 说这个宋教人被刺杀 其实也是国民党内讧造成的 当时的像是陈其美 还有应贵心 不满宋教人对于国民党的领导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行动 秀哥你觉得这种可信度有多高 这种可信度大概不太高 为什么呢 因为陈其美这个人来讲 虽然她有这种帮派的一个背景 然后在上海看来是实力雄厚的 可是她杀宋教人的理由 她很薄弱 我认为是很薄弱的 因为其实她跟宋教人之间 没有这种利益冲突 大到说我就是要杀掉你 当时国民党 国民党是从同盟会里面去扩张的 当时扩张成立的时候 成立他们叫做李市长 不是现在的主席叫李市长 第一任的李市长是孙中山 最高票得的 但是孙中山不愿意做 不愿意做 他就是接下来代理人就是这个宋教人 宋教人是代理的李市长 他拿到了这个位置 拿到这个位置 他去推动说 让国民党在国会里面 能够取得大多数的这个国会的席次 在当时716席里面 拿到392席 这算是他领导的一次的成功的胜利 坦白说 那个时候的国民党人是欢欣鼓舞的 士气很高的 在士气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怎么会是国民党人 因为你把我的士气给带起来 我就会干掉你 我认为不太可能吧 宋教人被杀这个事件传出以后 国民党人是很惊讶的 因为红书组也有国民党的这个身份 他们之间 几乎算起来也有国民党的身份 然后你这个应贵心 也有国民党的身份 那不就是自己人在杀害自己人吗 但绝不会是陈其美 武士英跟应贵心后来在牢里头 都是在陈其美的眼皮底下 一个暴毙 一个是过得日子不错 有可能说是念在之前这个 同志的这个份上 都是这个国民党的人物 但是这也造成了另外一个疑问 陈其美为什么让武士英暴毙 为什么让后来应贵心是逃跑了 所以他的嫌疑 您觉得有没有从这里头 刚才我们在讲说 历史任人打扮 尤其是民案 这个案子在我的想法里面 第一顺位当然 袁世凯 第一顺位 那如果说还要找一个第二顺位的 陈其美 那当然他 我们在找的时候 陈其美是不是可能 一定要问过 他有没有这种巡视动机 要杀人的动机 刚才动机我们讲过 他基本上跟宋教人的一些理念 是不是很合的 第二个是在国民党里面的一个主导地位之争 不过我们根据整个历史的一些 目前可以得到的一些史料来分析 来看 有几个现象是可疑的 陈其美有几个现象可疑 当时我们知道 宋教人在上海车站被刺杀的时候 那个陈其美是上海当都督 都督他今这个时间掌握在手上 袁世凯到上海来都动不了陈其美的状况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陈其美在上海的实力 这有可能干这件事 第二个是当时在上海车站 刺杀的前几天开始 那个宋教人被刺杀的前几天 本来上海车站这边 行罗的金警是很多的 很多的 但前几天突然间 这些金警不见了 不见了 那是第一个 等于说一个情况证据 是不是有权把这个金警调走了 方便刺杀呢 那当然又是陈其美 这是第二个证据显示 第三个是当时 吴世英跟英贵新被抓到以后 抓到以后 当时有一些档案资料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一个 什么洪中秋案一样 关键的录影带80分钟不见了 谁能让当时他们的一些 音讯的一些资料不见了 就是陈其美 陈其美这些档案后来被破坏掉 所以他们有资格去破坏的 就是陈其美 但这些我们要讲都是情况证据 那后来最主要历史上 就历史学者很多根据 根据谁 当时被刺杀的这几年期间 有一个重要人物在上海 叫颜克文 颜世凯的儿子 颜克文在191到1915 在上海这期间 他写了一本书 写他在上海的经文 叫《隐心密宴》 那颜克文写这个密宴里面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话 是说当时这个宋教人 要去北京见颜世凯的时候 被刺杀之前 曾经跟陈其美 跟英贵心见面 那陈其美当时有问他说 你如果去北京祖阁以后 你准备怎么样的一个一个理念 或者说准备怎么样的安排 国民党的这些人事问题 结果宋教人回答陈其美一句话 我没有什么方法 我的方法就是大公无私 陈其美听得不高兴 英贵心听得更不高兴 据说英贵心当场是掏枪 就要干掉 要干掉宋教人 所以陈其美把他压下来 但以我们现在一个巡视 基本的素养 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情况证据 那也许 英贵心他又是传播商议 或者是跟陈其美要工 说大哥你那天收入 我来帮你做主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把这个账给刮到陈其美身上来了 没有办法咬定说 一定就是陈其美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写这本书的人是颜克文 颜克文是颜世凯的儿子 他怎么会写他老爸 他当然会写你陈其美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 这些史料当然有他的一个 呈现的一个意义 表示当时的政治情绪是很复杂 每一个人都有杀人的东西 但如果说要归纳 因为这样子归纳到陈其美身上 我个人也是觉得不太可爱 至少听起来故事是很精彩的 那对陈其美来说 也有人讲说陈其美是想要取而代之 他自己想要当总理 那逊哥觉得说 这有没有可能成为说 他要刺杀宋教人的理由 这个要当刺杀宋教人的理由 当然也很薄弱 陈其美你要说真的是他做的 大概也不会是这样 陈其美这个人 他跟孙中山好吧 就算你卦了 讲的是大总统制 他们的理念上面就是总统制 宋教人是这个内阁制 当然是不一样 可是不一样里面不代表 我就因为我们两个意见不同 我就要把你给砍 砍成半天 你要知道后来他们的这个追悼大会里面 还有这个到达现场里面 陈其美是哭得很大声的 他是很哀痛的 要不然就是说他很会演 演得很好很棒 但是那个哀痛的情形会让现场人觉得说 他是一种真情流露 所以同为国民党同志的立场来看 会觉得说如果是陈其美杀的 那简直是太shock 他不可思议太可怕了 虽然陈其美很会暗杀别人 他算暗杀组织里面的头子 到处去做这些规划干嘛 他自己后来也是死于暗杀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他要杀这个宋教人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所以说这个陈其美后来呢 在这个破这个宋教人遇刺的案件中全力以赴 当包括在这个宋教人遇刺之后痛哭这些表现 很多人说就为陈其美喊冤了 所以其实他们两个之间是交情非常深厚的 又是同一个战号里的同志 所以呢 对于后面的这些表现应该是说 从正面去解读是可圈可点的 我刚刚讲过即使路线不同 他是党内同志 而且以前跟这个秘密会社有关 那个恩怨扯不清 但还不至于取他的生命 有的人是夹接外力 就是把资讯告诉反对他的人 那这种例子也很多 就是借刀杀人 是 这个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 所以说尽管这个对于陈其美 有可能刺杀宋教人也存在的疑点重重 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他就是幕后指使者 那其实更多的证据 刚才参委都了解到 其实都是直接指向 袁世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那这个宋教人 已经这个遇刺一百年了 那他其实在当时他的遇刺 对于国民党来说 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海峡夜行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海峡夜行 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关于这个宋教人遇刺之谜 我们前面谈到了很多人物 这个武士英 上面对应的是洪素祖 他共说的洪素祖呢 是赵炳君的这个秘书 又是世交 那么赵炳君呢 又跟袁世凯 关系这个非常好啊 另外呢 应贵心跟陈其美这是一条线 因为他们两个也是关系很好 同时呢 在青帮当中呢 也有非常这个深厚的这个渊源啊 所以请教一下这个宋教人被刺杀之后 对国民党那是产生很大的震动的 教授 他被遇刺之后对国民党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时代大趋势就是二次革命啊 他们认为孙中山的理想没有完成啊 但孙中山也是早逝嘛 过60岁 后面就军阀割据了 就古代的藩镇啊 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民国17年这一段 那我觉得宋先生已经走了这么久 一百多年啊 我们做盖棺论定 有人说盖棺论不定啊 他是一个先知情的人物 先知情的人物通常是悲剧 像他最早在文章里面写到 日本为中国是大患 他已经看出这个问题 所以日本人后来对他有意见啊 那时候想要把他派到日本当大使 日本人是拒绝的 另外东北这个 他因为研究死地学啊 收集地图 讲了亚绿江的监导问题啊 他对东三省的这个命运也感到忧心忡忡 另外就是copy英国的这个两党制呢 内阁制啊 他都是先知型的 如果他再多活几十年的话 大概中国历史不一样 如果说我们说他是先行者 比如说他是流血的第一个人 那流血的这个人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的专制 其实地制才刚结束没有多久 我相信那时候老百姓啊 可能还会认为说地制的生活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们还不适应什么叫做民主嘛 所以当时如果宋教人不死 他可能遭遇到的问题还会更多 宋教人遇刺案呢 因为当时没有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呢 就二次革命爆发了 所以呢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没有正式的证据来证明 到底是袁世凯还是陈其美去下手 去指使人去刺杀了宋教人 但宋教人尽管已经遇刺了一百多年 他揭露了当时非常黑暗的一段这个政治历史 但是永远不会抹杀 他是被誉为是最阳光的一个政治家这样的称号 谢谢黄金 谢谢大家来与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财夜行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